这个在讲台上生死历劫演讲的人 便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他是能把谎言变成真理的天才 同时也是一名身残之间的学霸 他小时候因为患小儿麻痹成了瘸子 可他却凭借非凡的治理 只用四年时间便读完德国八所大学 没花一分学费最终获得博士学位 可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却走上邪路 帮助希特勒登顶 主动将德国拖入战争的炼狱 1897年 戈培尔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小城雷特 与他日后显赫的地位相比 他的家庭显得格外的低微 他父亲是一名纺织厂工人 而母亲只是一个铁匠的女儿 并且他们家里一共有六个孩子 老两口养家很是吃力 家里经常穷的积不开锅 本来生活就如此艰难 可命运又给戈培尔重重一击 他患了小儿麻痹 因为当时太穷没钱治疗 最终使得左腿萎缩留下终身残疾 按理说 戈培尔这辈子就废了 出去打工都能成问题 但他却因祸得福 因为不久后 一战开打了 戈培尔因为腿瘸了 不符合当兵资格 于是就没上战场 一战我们都知道 是血腥的绞肉机 戈培尔如果身体健全去参军 估计大概率是回不来的 不过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戈培尔依旧前途未卜 因为他虽然成绩优异 但是家里没钱负担他上大学 如果他不上学 那点演讲和写作的手艺压根没用 不如进场打螺丝 但是场里也需要身体健全的人啊 好在他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雷特镇的天主教协会 念起一生信仰虔诚 小戈培尔有天资聪慧 便花钱送他上了大学 于是1917年 戈培尔成功被布恩大学录取 这里差距题外话 马克思也曾就读于布恩大学 他是戈培尔的校友 在大学里 戈培尔过得并不如意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 人穷又瘸 长得还很奇怪 注定要被同学排挤 所以戈培尔就只有努力学习 在书中寻找黄金屋语言如语 因为成绩优异 戈培尔屡次获得奖学金 然后他就用奖学金 辗转上了八所大学 他们分别是布恩大学 弗莱堡大学 乌兹堡大学 莱比锡大学 慕尼黑大学 科隆大学 红堡大学 以及海德堡大学 最后他在海德堡大学 获得了哲学不是学位 等于说 戈培尔几乎把德国的顶级名项 全部上了一遍 而完成这一过程 他只花了四年 期间全靠奖学金 没有管家里要一分钱 因为成绩优异 也带来了自信 戈培尔还谈上了女朋友 而且他的女朋友 还有一半犹太血统 这时候的他还不返游 是一个虽然残疾 但活泼向上的 德意志好男儿 不过戈培尔很快陷入了 小镇做低家特有的困境 除了做题啥也不会 于是他尝试发展自己的事业 1921年 他写了一本自传小说 麦格尔 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 两年后 他又写了两部剧本 可没有一家剧院愿意演出 不过他没有气馁 接连把大量的作品 寄给不林日报 希望能换取一点微博的稿费 但他的文章 主编一篇都看不上 一般而言 故事进展到这里 主人公应该要开始 举例反击了 但可惜没有 命运就要把他摁死 难以想象 这样一个毕业于 顶级名校的学霸 竟然找不到工作 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文科的通病 最后他好不容易 在科隆的报社 找到了一份编辑的工作 每天写写稿 忙忙字 维持生活 但结果 因为经济不景气 他连这份工作 也没能保住 虽然被裁员了 但戈佩尔 没敢和家里人坦白 他每天会早早起床 穿戴整齐 然后假装去上班 但这样的生活 渐渐侵蚀了 他良善的心 自己堂堂一个名校博士 竟然找不到工作 乘着街溜子 尽管境遇惨 但他每次修制签名 都要在简历上 写上他博士的头衔 戈佩尔想继续 找一份报社的工作 但由于当时的经济萧条 报社基本就断力求生 不找人了 戈佩尔的所有工作申请 都被报社给拒绝了 幸运与不幸较之 天残与天赋融合 自卑与自信并存 将学霸戈佩尔的心灵 活活扭曲 加上当时德国的报社 基本都由犹太人把持 所以戈佩尔 反游的思潮就由此自身 正当他觉得人生无望 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他碰见了那个 改变他命运的男人 这个男人正站在 啤酒馆的门口 操着沙哑的奥地利口音 手舞足蹈的演讲 而这个男人 名叫希特勒 这个视频中 有点瘸的男人 是纳粹帝国的 三号人物戈佩尔 与他崇高的地位相反 不久前 他还只是个 失业的接溜子 那戈佩尔如何成功实现 人生逆袭的呢 因为他碰见了 那个改变他一生的男人 希特勒 希特勒的反游主义 民族政策 以及对德国未来的规划 深深地打动了戈佩尔 他知道这就是 他愿意为之 一生奋斗的事业 他给希特勒写了亲笔信 他在信里 无比肉麻地说 你像一颗出生的明星 出现在我们精英的眼前 你所表现的奇迹 扩清了我们的思想 而且在一个 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 给了我们信仰 有网友评价 这是不得志的作家 碰上了不得志的画家 诞生了德国史上的文艺双星 1924年 哥佩尔顺利成章地加入了纳粹党 成了纳粹的旗帜坎武 自由民族的主笔 并奉命攻击犹太人出版社 由于联想到 自己曾被犹太出版社拒绝的经历 哥佩尔国仇私恨 一并崩发 原系列尖锐 深刻而又激烈 他极具煽动性的话语 很快共振了一整代德国人的迷惘与痛苦 他把德国一战后困境的矛头 全部指向犹太人 把民众排游的仇恨 转化为纳粹的选票 因为工作出色 1928年 哥佩尔从主编被提拔为 纳粹党的宣传部长 在他担任宣传部长后 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宣传手段 迅速提高了纳粹在德国的意味 比如1928年时 纳粹是个紧占国会 12席位的小党 可当哥佩尔扇任了两年后 纳粹奇迹般地收获了 640万选票 获得了国会107个席位 一举成为了全国第二大党 对于宣传 哥佩尔也颇有心得 他曾对下属讲 我们的宣传论点 必须粗犷 清晰 有力 1933年 希特勒终于通过合法选举上台 这时 他也没忘记 哥佩尔这位宣传良将 直接把他任命为 纳粹教育与宣传部长 而这时候 哥佩尔的人生 终于迎来了彻底的转变 他再也不是那个 碌碌无为的瘸子 而是整个第三帝国的喉舌 哥佩尔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大搞焚书运动 他把大量非德意志作家的书籍 统统堆起来烧了 这种葬送文明的行为 不仅没让他感到羞愧 反而让他十分亢奋 哥佩尔看着熊熊火光 十分激动地说 德国人民的灵魂 可以再度表现出来 在这火光下 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 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海明威 马克思 包括弗洛伊德的书 统统被烧了 取而代之的是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在哥佩尔的策划下 这本又抽又长 充满意想的书 在1933年 销量达到了100万册 等于说 有点文化的人 人手一本 德国人民就此 被绑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战车 除了对书籍的控制 哥佩尔还额外重视新技术 他向工厂下令 尽快生产一种 价格低廉的大众输音机 好让纳粹的宣传 渗透进德国的每一个角落 1934年 德国输音机还只有600万台 而到1938年 收音机的数量 却飙升到950万台 为了确保每个角落都能听到 自己和希特勒的声音 哥佩尔在学校 工厂 露天广场 全都安装了 可以实施转播的收音机 在那个时代 你只要在德国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听见 希特勒和哥佩尔 歇斯底里的声音 硬件设施齐备后 在宣传语言上 哥佩尔也是下足了功夫 他的很多话 到今天依旧众所周知 比如 谎言重复一千遍 就是真理 没有祖国 你什么也不是 1939年 德国入侵波兰 这本是一场 不光彩的 极略战争 可在哥佩尔的宣传下 这却变成了一场 亡时东晋的 争议之战 《福利日报》 对此的标题是 波兰肆无忌惮 践踏欧洲人权 领袖日报的标题是 极端疯狂的波兰人 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而人民观察家暴的标题是 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中 150万人已经动员 军队远远欲往边境 被报纸洗脑的德国人民 狂热地拥护纳粹 当时尚是士兵的未来 德国将领卡格内克 受到哥佩尔的宣传鼓动后 在给母亲的信中都说 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作战 我们做好打仗的准备了 而这些人其实都被哥佩尔 当成了提前木偶 一起陪绑在法西斯主义的战车上 奔赴战争的泥潭 如果说语言有魔力 那么哥佩尔可以说是最好的魔法师 这是哥佩尔最著名的鱼管演讲 德国自此开启了全面战争 尽管此时已是1943年 德军的败事已现 但哥佩尔仍旧用他煽动性的语言 鼓吹全力一战 让全体德国人自愿和纳粹法西斯战车捆绑 而德国人真的也信了 不过假象始终有被戳破的一天 虽然报纸上天天报道德军大胜 但胜利的地点离柏林越来越近 而且盟军已经开始对德国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轰炸 重要城市德雷斯顿 五分之四都被炸成了废墟 又有六万人被炸死 在无情的炸弹面前 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德军的生意神话了 所以哥佩尔的宣传工作日渐困难 他的精神也开始错乱 他常常对夫人说 如果我们的所有努力 工作和斗争都是徒劳的话 那么死亡对于我来说将是一种解脱 1944年当下属给他吹嘘阿登战役时 他打断道 我们该考虑是不是要毒死妻子和孩子了 而不是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尽管局势迅速恶化 但哥佩尔依旧以他学霸的偏执 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1945年苏军兵临城下时 哥佩尔被希特勒任命为柏林的保卫者 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 他穿上军装和军帽 一拳一拐往返于德国的大级小巷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他又变回了那个无处的瘸子 但他依旧用语言施展着魔法 他在给大众的广播里讲 现在一切都趋于毁灭 不要留给他们任何有用的东西 烧毁田地 把工厂移为平地 炸毁桥梁 让所有的交通工具去见鬼吧 如果我们要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我们就只能背水一战 让地球发抖吧 1945年4月 二战终于迎来了尾声 希特勒告诉哥佩尔 德国已经输了 此后和情妇艾瓦双双自杀 希特勒临死前 任命哥佩尔出任帝国总理 想让他活着处理战后的事物 但哥佩尔没听希特勒的 因为他无法接受德军战败的事实 他无法接受自己奋斗一生的理想 就此殒灭 于是第二天 他用情话甲堵死了他的六个孩子 然后掏枪枪杀了妻子 最后引弹自尽 在哥佩尔生前 曾不止一次有人问他 你是不是通过愚弄人民 让他们被纳粹送死侵略 结果哥佩尔回答 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人民 是他们选择了我们 这种巧舌如簧的诡辩 也揭露了这种偏执狂 对世界意想中的见解 对世界意想中的